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 如何自行更換福斯Cady的冷氣濾網 我們冷氣濾網位於附座 置物箱的下方 我們從附座下方 看就可以看到 下方這裡 會有兩個螺絲 這個塑膠螺絲 那這個手動就可以把它搬開 這邊 把它懸開 它是一個 塑膠螺絲 把它收 先把它放在旁邊 然後這一塊 這一塊蓋板呢 就可以拿下來 它只是一塊泡泥 我們先把它放在旁邊 那你這樣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 這一個 就是空去濾網的 位置 空去濾網就在這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先把旁邊這個飾板 這一個飾板把它拆下來 手往這裡 一般用力一般 就可以拆下來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要怎麼取下這個濾網呢 就是 這一個蓋板啊 往右邊 扳開 就可以取下了 好 然後這個濾網呢 直接就可以拿下來 來 看一下 看一下 濾網的形狀 那這個缺口呢 它缺口是靠右邊的 記得 靠右邊 等一下裝的話 缺口一樣就是靠右邊裝上去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把新的濾網 拆開 這個說明書 這個說明書也有跟你講要怎麼裝上去 先把它拆開 先把它拆開 這個時候呢 這個缺口就是在右邊 OK 我們現在來裝新的濾網 因為這個 按手不好操作 所以我們就把攝影機放旁邊 好 這個放進去了 這個放進去了 這樣子 放進去 再來裝這個蓋板 再來裝這個蓋板 然後往左推 卡進去之後 往左推 OK 這樣就好了 好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先 檢查一下這個有沒有裝好 就可以 先可以開一下冷氣 然後看看旁邊會不會 有漏氣的現象 就確定它有沒有裝好 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OK 那檢查完的話 就可以 我們可以把那個 翅膀跟蓋片把它 裝回去 好 手 稍微轉緊就好了 不要硬 硬 硬 螺絲可能會斷掉 好 輕輕轉緊就可以了 那這個飾板 是按照原本的位置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插回去 然後壓下去 聽到咖一聲 就緊了 OK 這樣就搞定了 好 試試覺得自己更換濾網很簡單呢 看完影片有沒有自己想要動手試試看呢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 喜歡這個影片 再往下打開 這是一個小小的小的小喔 在這裡 也可以 by bwd6